拜登宣誓就職美國第46任總統 首次以總統身份入主白宮 他隨即簽署多項行政命令 包括帶領美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拜登指美國已受到考驗變得更加強大 他將會修補與盟友的關係 再次與世界交往 拜登形容今天是美國的日子 是民主的日子 亦是一個歷史性和有希望的日子 他多次呼籲國家要團結 指大家應該重新開始結束對立 他知道分裂美國的力量深遠和真實 但意見分歧不能成為全面戰爭的原因 亦不能導致分裂 拜登亦提到新型肺炎無聲無息地纏繞美國 死於疾病的人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美國可以戰勝疫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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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大家可以戰勝疫情 如果大家可以戰勝出